我覺得真的是跟照片公司的立場變了 所以這個事情 I'm sorry 就是會跟父親合作的 不會那麼難過 所以Joanna 其實在我節目裡頭 我真的沒有想到 第一個會哭的是Joanna 我其實不太讓我的來賓哭 我通常都會講到他們心裡 但是我不會 可是妳知道妳 妳是我看到16歲的Joanna 我很心疼妳 一路這樣走過來 妳知道嗎 我是個獅子座 我跟我女兒的相處 而且沒有人訪問我 我的苦從來沒有說出來過 而且很奇怪 我們獅子座是很被金牛座刻的 這裡頭有愛 我真的覺得 當金牛座在跟我們堅持 在做很多的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獅子座有的時候 是真的會被金牛座刻住 妳是說氣勢 我們其實是很有氣勢的 可是我們因為 我覺得類似我女兒 我因為愛她所以我怕她 但我覺得Joanna是因為 妳是爸爸 她多多少少 妳是她爸爸 小的時候她也是愛妳的 而且在 妳知道 而且在工作上面 妳還是她的長輩 妳還是前輩 妳還是懂得比她多 妳也覺得妳懂得比她多 可是在Joanna的心中 她真的有很多其他的夢 比如說妳在日本出的這一章 就是妳自己非常非常喜歡的 對不對 叫什麼 阿波尼的大冒險 什麼大冒險 莫諺的大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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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聽起來 唱片公子一定三條線嘛 可是那是一個故事對不對 那個有故事 有音樂 其實它也不能真的算是故事 就是它是 它是每一首歌 它像一個童話書 是那樣子的概念 就是每一個歌 都是自己的一個小的童話 童話 是不是 所以那是妳的最愛對不對 就是 我一直是希望可以做這樣子的事情 對啊 就是 一些 原創的東西 所以在日本先出 還是會在台灣出對不對 對 爸爸覺得OK嗎 我覺得很棒 我覺得能夠做自己 完全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而且也證明 就剛剛我們講的 後來唱片公司改變了 唱片公司覺得 就是應該放手讓她做 我覺得如果雙方都在拉鞠的話 有時候做出來的東西 反而卡在中間 那翻 然後 就全部讓她做 真的這一張就是從頭到尾 徹頭徹尾 是她一個人在做 甚至 她去美無町錄音室 找到交響樂團 然後詞曲根本不用講 是從頭到尾對她自己寫 然後到回音 我都沒有 我只有打個電話問一下 到底現在怎麼進度怎麼樣 或是說錢不夠了 然後要匯錢給她 就是這樣 就這樣子是不是 對 這樣我很 我很輕鬆 我很開心 這樣就對了 不過 Joanna 所有的 其實爸爸能夠最後這樣放手 也因為有前面幾張 她讓你認識了錄音階 在那邊 知道了錄製唱片的點點滴滴 然後 我覺得第一次她如果全手放你 她會不放心 這是爸爸 沒有辦法 所以做到這一張 她 就日本出這一張 她就讓你自己做 因為她覺得你也長大了 你也成熟了 你也可以去面對其他的音樂人 爸爸的放手 都是因為她認為你OK的 可是只是對我來說 第一張 我覺得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其實我非常抗拒 然後 我覺得我的父親 那時候是選擇了場面公司 而不是 我的 沒有選擇你 我的心情這樣子 所以其實 我每次想要 那個時候我都會 我 我 而且 不管是上節目 或是做訪問 我不太愛講 因為 因為我 我就是不是很喜歡去 為自己解釋或是辯解 抱歉 今天我讓她的情緒 真的有了一個抒發 來…抱一下…真的 抱歉 對 但是 我也很高興其實 你今天如果講完了以後 這一件事情就解開來了 永遠都在 不要上來這種 台灣星期節目講這種事情 對 你已經已經講過了 你那些台灣星期節目 就是這樣 對 對 我跟你講 別人他不會這樣子 因為我們倆是獅子座 我們兩個人 真的有一個敵人叫做金牛座 我們又愛又恨的敵人 就叫做金牛座 真的 你 我不覺得Joanna是一個會這樣 所以我今天其實我也嚇到 我就想糟糕了 我怎麼會這樣子 而且我一直覺得Joanna是可以OK的 其實他跟他的好朋友在一起 他是非常crazy的 他跟他開玩笑 他的個性 對 那當然經過這 這個兩三次的這種 每次碰到這個點的時候 其實我也覺得 就是 所以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最好以後都不要碰到這個 Joanna 你爸爸真的是在 你知道嗎 他在當評審 或者他在平常的時候 你知道他那個酷的樣子 這個 我一直在想 做他的女兒 做他的女兒 有多難 應該蠻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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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人都是愛之深 責之且 對不對 你對他 你對他有這麼好的聲音 你又驕傲 然後你又希望他能夠得到 更多更多人聽到 我覺得對你來講 你做任何人 你可能都比較容易放手 但是你做他 你就希望好還有更好 你知道嗎 這就像爸爸教女兒開車 這一輩子都是一個 最痛苦的事情 沒錯 你知道嗎 我爸教我開車 最後我不開車 我跟他說我又不是蝦子